1号即将要搬迁回原有的士林工友市场 不过台北市议员带着三例记者独家直击 发现这个地点现在问题重重 还没有准备好 一楼的生鲜市场跟地下室的小吃部 都有一对便电箱高挂在天花板 不只对店家的压力很大 民众的生命安全也是隐忧 另外通往地下室的楼梯 天花板的高度只有170公分左右 稍微不注意就会撞到头 而现在市议员就讽刺 新的士林市场不只是先天失调 后天也失调了 工人们悄悄打打 加紧赶工 新的士林市场11月商家就要开始进驻 但现场独家直击 里面可是问题重重 整个便电箱的设计 完全不符合安全的比例 它几乎只有220公分而已 开始撕做的时候 会造成这边所有的业者的压力 以及跟这个整个公安事情上的不妥 即将变成神仙市场的一楼 放眼望去全是便电箱 而且离地仅有220公分 在底下做生意的业者可是心驾驾 还有专卖小吃的地下一楼 也不遑多让 整排便电箱数一数少说也有几十个 而且这里离地面距离更低 仅有180公分左右 扛着摄影机的记者都差点撞到 在这个场地里面有几斤 每个小时都有几千人在里面的时候 那整个消费的安全 那会造成极大的不方便 还有最重要的出入口 这楼梯间隔也只有170公分高 身高要是高一点 走过去挨有 这头顶肯定撞出一个包 先天失调 后天也失调 把它移到地下一楼来 透过跟夜市自治会 充分的沟通协调 针对他们的需要改善 总共这个设计改善了二十几次 上个月8号 郝龙兵才大动作 带着官员视察新的士林市场 甚至还拍胸脯挂保证 强调没问题 但现在镜头随便一扫 就发现问题一堆 新市场要百分百安全 恐怕还要加加油 三立新闻 萧俊宏串柔 台北报道 至少 好